这个东西可厉害了 大家知道 波士顿龙虾吧 这个可是我花了200块钱买的 波士顿龙虾 钳子 以前我们吃过波士顿龙虾 但是都是一斤左右的那种 这个波士顿龙虾钳 就是这么大个的龙虾 上面的钳子 两个还带冰的冰袋 这个就是龙虾钳 我看着还是很大的 波士顿龙虾钳 一个钳子这么大 比我之前买的还要大一点 四个龙虾钳 我花了200块钱 好沙雕啊 你们觉得它大不大 不用你们说我也知道 我这次亏了 但是既然买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吃了 要不怎么兑得起这200块钱的 它可是200块钱呀 洗一洗 然后我们蒸一蒸 据说这个蒸5到8分钟就可以吃了 大家能看到吧 这个是锯开的 就怕我们弄不开 好的 等开锅5分钟就可以吃了 OK 这个文章呢 就是非常的诱人 我说的是酱油 这个也可以啦 这个平时我们经常吃嘛 这么大的钳子是没有吃过 我相信再多的好多小伙伴 也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钳子吧 下次我们买一个这么大的龙虾怎么样 好 好吧 我再一次没有路上 抱歉抱歉 不管那个啦 我们先吃了 这个砸了半天呢 再看 这个就是它的蟹钳肉 这么一块 就是50块钱 虽然说我不想吃 但是真的很诱人 还吃一口吧 可以 可能呢 这不是新鲜的 或者是活的那个波士的龙虾 就感觉 好像在吃面包一样 这个呢 更大一点 它的肉是黄色的 再来一个 要不要来一口 我再替大家吃一个 哦 50块钱啊 如果是200块钱 我们能吃多少个小龙虾呀 你们说是吧 我以后不会再买这种奢侈食品了 不过确实味道还错过 正好呢 我在减肥 所以说吃这个也不发胖 200块钱呢 好 今天视频到这里 今天如果喜欢小龙的视频 比我 你关注评论 这妈也想跟上刚吃个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